飘香剑雨薛若碧是一封的妻子 手段残酷 欲夺飘香一剑称霸武林 此人每现身必戴面具 顾其丈夫一开始也并不知道她的身份 电视剧《飘香剑雨》中薛若碧扮演者是汤晶晶 出生于四川省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中国内地女演员 2014年 汤晶晶出演青春校园科幻剧《你好外星人》 从而正式出道 2015年 出演古装神话喜剧《天天有喜爱之人》 《有爱》 2016年 参演都市情感剧《婚姻力险记》 2017年1月 参演的古装武侠剧《飘香剑雨》在横店开机 在剧中饰演《心精女薛若碧》 同年参演年代剧《楼外楼》 在剧中饰演《秋水》 薛若碧结局死了吗 据悉 薛若碧结局被伊丰诛杀了 薛若碧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女子 也是天真教的教主 她为了得到伊丰的秘籍 而化身为普通女子与她成亲 之后自导自演了一出家破人亡的事故 可谓演技精湛 后来她又设计蛊惑吕南风 让她与自己的朋友伊丰 薛若碧的丈夫自相残杀 为了得到秘籍不择手段 一步步达成自己的目的 后来修炼成功的伊丰来报仇 却发现天真教的教主就是自己的妻子 她本是为了妻子报仇 想要杀死天真教主 却发现这一切只是妻子之城的一张硕大的网 只有在网的出口之处才看到这阴谋的真相 但相比爱情更重要的是这天下的大义 是苍生的安危 于是她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大义灭亲 患得人间的和平